今天也是去搞一个马桶 发臭漏水 旁边一直在渗水 这个酒店公寓这里 很多酒店公寓都是有这种问题 处理过很多 今天我们去看一下 这是一位同城的粉丝 前几天的时候就已经给我留言说 他家的马桶漏水也发臭 让我尽早过来看一下 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去湖北吗 所以就来不了 今天就赶紧抽个时间过来 这个马桶一看了就知道是直冲了马桶 底部还贴了这个 胶带 以前的话都是 贴这种胶带 其实这种胶带他是防不住水的 真正要做到不发臭不漏水的话就是要从 法兰圈那里入手 现在我们就开始拆马桶了 这个脚筏呢有点难拧 我的扳手是进不去所以我给他 拧紧了两圈 这样呢 这样的话 这个脚筏口朝下我这个扳手才能把这个 转管拧出来 不过他这里也是生锈了 也是不好拧 咱们看一下这个胶带现在一撕出来 你看水就漏出来了 他根本就 防不住水 如果说这个胶带他能防水防臭的话 那真的是自己在骗自己 你看马桶一打开的话 这里是非常 脏的一般你要是不发臭不漏水的话这里是非常的干净的 这个法兰圈很明显有点小 这个直冲的排污口他是比较大的 装上去你看 都压变形了 这样的话 他根本一点作用都起不到还不如不转 这个地板现在非常的脏 我们先用水给他冲一下 冲洗干净 你发现没有他这个马桶本身装的时候是没有装正的 因为他刚好在这个角落这里也是没有办法装正 也算是空间利用了 马桶这里也给他洗一洗吧 洗好的那个胶泥装上去才比较粘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排污口用个吹风桶给他吹干 现在拿出我们的法兰圈这个法兰圈放在车上 上次给太阳暴晒了一天结果那个盒子直接就被 晒报废了 这个车里面的 温度非常的高 直冲马桶的口径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用这个法兰圈只能用我们另外一款8820的型号 他的口径比较大一点 先把胶泥拿出来直接放在这个 法兰圈上面把这个胶泥给他 铺均匀就可以了 刚刚为什么要用风筒吹一下呢 就是让这块胶泥能充分的跟这个马桶排污口连在一起 因为你是有水的情况下 胶泥他不是很粘的 他一拿他就会掉下来 但是你把他吹干了他就不会了 他就会粘得非常的紧 我们用手按可能不是按的特别紧 所以我们就要利用马桶他本身的重量 这样翻过来 这样给他压的话他就非常的紧了 胶泥也是充分的可以把里面的所有的缝隙都铺满 装也是非常好装 只要挪过去 把这个 对准排污管 放下去 那么他就装好了 然后再接上这个排水管 试一下水 多冲几次 你看他这个的话 这个排水管有点问题 他现在都 水已经满了 太满了 易到那个易水口去 所以这里我还要给他调一下这个 排水管的水位 不要那么高 放低一点 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要漏出来 我冲了几次水 发现他这个马桶底部还是有水的 证明这个 并没有装好 我们要检查一下是哪里漏水 这个水箱这里我就发现了 因为我刚刚用手 摸过去的时候 那个 进水口那里是湿的 因为是老马桶 这里出现的概率比较大 经常漏水也是在水箱这里漏 我们就用个扳手 把这个罗帽 给他拧紧就行了 你看我都拧了好几圈了 他松的情况下那个水就慢慢从这里渗出来 随着管 流到地上 现在我们已经把漏水点解决了 让老赛把地板给他擦干净 我们重新装多一次给他装回去 啊 你看这款 法兰圈的话 你只要没装下去啊 他就装不好 你只要装得好 他就下去了 他根本就不存在像普通法兰圈那样说会装偏 好 我们现在重新给大家试一下 我们已经装了两回了 就是直冲的马桶冲水是这个样子的 我用手摸一下 这个 地板都是非常的干的 你看如果有水的话 他也伸出来 边上也伸出来 你看他之前的痕迹还在这里 先差多少 先差了好几公分 之前的话装的很偏 装好了之后我们尽量多试几次水 只要试的不漏水的再来打胶 因为一旦他漏水你打了胶他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试到 确定不漏水了再来打胶 打胶他只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并不能起到密封的作用 我们打完胶之后 就用手指给他抹一下他就光滑了 一次不行就给他多抹几次 这个打玻璃胶不用手指抹一下 这个马桶他根本就没有灵魂 好了这个马桶发臭漏水就是这样解决了 非常的完美 看现在已经 很干净了 他怎么用都不予说像之前那样 都是水 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脏东西 像这种情况非常的常见 很多人买了法兰奸维系 然后他自己换 不管他换了多少次 三次五次怎么装他都是漏水的 然后有一些细节我跟他说了 他偏不信 我就跟他说如果说你怎么装到漏水的情况下肯定不是你这个法兰圈这里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漏水点 也就是说有些双颗马桶的话 他是另外一个排污孔有可能也是老化了会 发生裂缝会漏水 然后这里是一个问题就是水箱这里 时间久的话他那里会松动老是从这里 滴下去 他就随着那条管 滴到背后然后再滴到前面来这种问题是经常会发生的 而且他每个马桶出厂了之后他都是有补那个裂缝的 几年之后他那个树干泥他就会 开裂了然后就又开始漏水了 所以漏水的话有很多种 问题造成的 所以一般来说还是请个专业的师傅比较安全一点 好 好 好